辣个男人又回来了 这个男人指的当然就是川普 大概是全球的政府吧 有关台湾的部分我想这几天讨论很多了 那今天呢我们就想来看看日本 日本怎么看川普当选这件事 有很多记事感哦 大家好我是范琪飞 欢迎收看范琪飞的today看世界 在日本时间6号中午 美国媒体报导川普领先的差距扩大之后 日经指数开始大涨 盘中一度大涨超过1100点 会市方面日元则开始贬值 甚至跌破了1美元对154日元的关卡 创下三个月来的新低点 主要原因是因为川普提倡对内实施减税 对外调高进口关税 如此一来美国可能再度面临通膨的压力 为了要打通膨 联总会就会升息 美元就会涨 美元一涨就会扩大跟日元的利差 这就让买进美元 抛售日元的脚步加速 日元贬值以出口为主的企业股价也跟着上涨 再加上美股的庆祝行情之下 就拉抬了日本股市的表现 但对日本企业来讲 当然不是川普上台 美元涨日币跌就会赚钱这么的简单 川普主打调高关税 对日本的出口产业当然会造成重大的冲击 从出口额来看 以前日本产品最大的出口国有好多年都是中国了 但在2023年已经变成美国 汽车类成长尤其惊人比前一年增加35% 尤其川普认为全球暖化就是个假议题 讲到电动车就没有好话 上任之后很可能会取消 政府在消费者购买电动车时给的这个补助 做电动车的业者的皮皮错 但相对的也让日本的强项 也就是传统油车跟油电混合车的前景备受看好 But川普跟马斯克很麻吉 竞选期间马斯克出人出钱全力助选 川普曾经说过因为马斯克的关系 他得要支持电动车 所以未来川普的电动车政策到底是什么 还需要观察 不过对日本整体的汽车产业而言 绝对会受到美国提高进口关税的打击 例如马斯达的墨西哥厂出产的汽车 约有六成是出口到美国 马斯达社长就说 川普2016年当选之后 他们也曾经面临严峻的困境 这不是单一企业能够解决的问题 需要整个产业一起因应 日产汽车则是在川普宣布胜选隔天发布财报 指出今年4到9月的净利润大幅下降 年减超过九成 全球将裁员9000人 并且大砍全球产能20% 未来若是美国提高关税 日本汽车将逝去竞争力 如果不转价到售价上 又会造成企业营收缩减 这让日本各大车厂筹得不得了 日本半导体产业也面临风险 在美国对中国实施半导体出口限制的政策之下 日本也跟进 但部分在限制范围外的设备 还是大量出口到中国 甚至有些日本半导体设备商 半数业绩都是来自中国的订单 但是未来川普如果强化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恐怕日本也不得不同步限缩门槛 这就会影响到日本的半导体出口 日本产业界也相当关注 日本制铁收购美国钢铁的收购案 收购金额高达149亿美元 在中国的钢铁内需市场 缩减的情况之下 美国未来的市场备受看好 如果这项收购案顺利完成的话 日本制铁加上美国钢铁的粗钢生产量 将一举攀升到全球第三名 不过从美国钢铁工人工会 到现任总统拜登 贺锦丽还有川普 都对这项收购案表达反对的态度 表面上是说 美国的钢铁生产 跟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这是没错 但美国钢铁设备落后 急需日本的资金来改善 如果是中国收购 反对还讲得过去 但现在是日本 这算是超级铁的友邦了吧 这都有国安顾虑 所以哪一国没有呢 所以很多分析就认为 市工会怕被诟病后裁员 各个候选人则是怕调票 所以反对 那现在选完了 日本制铁就乐观的表示 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目前收购案已经进入美国外来投资委员会的审查阶段 但是否过关还难讲得很 在能源方面 川普主张鼓励美国生产石化能源 在他当选后有望加速开采能源的脚步 在美国能源供给量扩大了情况之下 影响也将扩及全球市场 压低能源的价格 对仰赖众多能源进口的日本来说 能源价格下滑 对日本经济会带来正面的帮助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 如果川普上任之后 中东局势恶化的话 也有可能推升能源价格的上涨 除了经济层面的影响之外 美日关系会如何变化呢 日本媒体认为 相较于拜登重视同盟关系 多国间合作架构的外交路线 川普比较仰赖 跟各国元首之间的个人交情 他在任的时候 跟北韩中国及俄罗斯元首都面对面谈过话 人家说见面三分情 所以川普也认为 自己跟这几个领导人是有交情的 2016年川普笃定当选 还没有正式就任之前 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冲了 是第一个到美国 见到川普的现任外国领导人 这也打下了川普时期的美日基础 两人关系好到不行 安倍晋三曾经邀川普到日本 还开高尔夫球车 载川普去打高尔夫 又去看了相扑吃炉端烧 两人甚至以打脑晋三来称呼彼此 可见交情有多好 不过呢 据说安倍一开始也是透过当时的日本驻美大使 在与川普女儿伊凡卡有商务关系往来的律师牵线之下 才得以跟川普搭上线 但八年后的现在日本很难再冲第一啦 因为大家都想要当第一嘛 哪天泽伦司机或是纳唐雅胡突然跑美国也不奇怪 另一个原因则是拜登上台之后 虽然跟岸田文雄关系也不错 但过去三年每日都换了领导人 安倍跟日本政府并没有跟川普保持联络 安倍遇刺身亡之后 日方更是顿失与川普联系的重要管道 所以今年4月日本才派了自民党的最高顾问 同时也是前首相的麻生太郎 依斯人明毅到美国纽约的川普大楼 跟川普碰面试图维系关系 川普当时还说他透过晋三认识过麻生 这一次在川普当选之后 日本首相石破茂积极想要建立沟通管道 先是在媒体前公开表达祝贺 隔天又跟川普进行了5分钟的电话会谈 并且称赞川普感觉很友善 日本外务省也积极寻求方法跟川普接触 并且计划在11月下旬 石破茂到南北州参加G20等国际会议之后 回程能够顺道前往美国 希望有机会与川普进行面对面的会谈 但是目前行程都还在协调当中 但日本现在也在担心 石破茂跟川普恐怕个性不大合 石破茂也不打高尔夫球 也比较理论派 很喜欢讨论切磋琢磨 但川普就是个商人 在商言商才没有兴趣花时间跟你慢慢辩论国际大事 2016年安倍打给川普的祝贺电话讲了20分钟 2020年菅义伟打给拜登也讲了15分钟 这次石破茂跟川普只讲了5分钟 而且中间还要有口译的时间 就让日本开始担心这两个人是不是不合道无话可说 对日本政府来说 现在美日关系的深水区是国防 石破茂参选自民党党魁的时候 就曾经主张要修改驻日美军的地位协定 认为这是双边不平等条约 因为美军在日本出事的时候 日本没有搜查权 另外川普在第一任期 就要求日本必须要扩大军购 负担更多驻日美军基地的成本 当时就让日本压力很大 美国前国安顾问波顿就曾经透露 当时川普曾经要求 日本应该要分担更多驻日美军的费用 到目前的三倍以上 一年高达80亿美元 现在关于美国驻军费用的特别协定 是到2026年 不会是现在必须马上处理的问题 但很难保证两年之后会变成怎样 虽然美日同盟的大方向 在川普上任之后应该不会改变 但过去拜登透过国与国之间 建立的多边架构 比如美日印澳的Qua 等来参与亚太地区的安保工作 这样的基础 恐怕随着拜登政权的下台 而出现变数 在世界局势变得更难以捉摸的时候 对日本来说 如何一边维持跟美国的同盟关系 同时强化防卫能力 在区域安保上扮演重要角色 并且发挥关键的力量 是接下来重要的外交课题 我们的10月月考上线了 赶快动动手指看看你考几分哦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它就会每天把重要新闻 包入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NE Today国际栏目里 就有我们所有的报导 范锡萍的Today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师 我们年见